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赌颂者 心音 如果你不能清清楚楚地明白你的问题和烦恼 你就应该从这方面下功夫 你要问问自己 你是否觉得愧对别人或愧对你自己 如果你的内在有烦恼 挂碍 罪恶感 或者你的内在不能够安定 就代表你一定有做错事 有句话跟年轻人讲 他可能听不懂 但是 一个人心中若是光明磊落 从哪来的恐惧 一个人在家是孝子 在国家是忠臣 跟朋友在一起是别人的良师义友 又是别人的好丈夫或嫌抗礼 这样的人哪来的恐惧 我们在恐惧 就是害怕有人会伤害我们 有谁会伤害你呢 那是你以前伤害过的人 他们时时刻刻在找机会 姻缘到了 他就会为自己出一口气 你自己不知不觉 把这些负担放在你心中 放在你的内在 日积月累 但这种感觉只有你知道 其他人不知道 这种感觉会藏在你的八十田中 它会让你晚上做梦 让你白天闷闷不乐 你好像没什么事情 但你也快乐不起来 你要静静地坐下去 在静坐的时候 观察自己深层的内心世界 这就是六祖所讲的 静坐 长思挤过 如果你问我怎么修行 我就回答你 一个人只要不再有过失 他不但是修行者 而且他自然就会明心见性 因为六祖讲得很清楚 他直接讲 心地无灰 自信界 心地无灰 及你的内在 完全没有做错事 你会问 师父 我现在已经做错事了 那应该怎么办 很简单 以前是不孝子 赶快去当孝子 以前不是忠臣 赶快变忠臣 以前不是良师益友 好好变成别人的善知识 就是这样去做就对了 该怎么做 该怎么说 你就去做 这就是我们开宗明一谈的坐禅 就是要告诉各位 谭经所讲的坐禅 跟大家所认知的坐禅 是完全不一样的 大家所认知的坐禅 是坐在蒲团上 要么单盘 要么双盘 坐着之后 用一个方法 要么就念佛 要么就观呼吸 要么就修四念处 要么就参禅 谭经所讲的 都不是这些方法 他所讲的不外乎正见 剥弱 何为正见 它不是方法 比如 心中假如害怕鬼 你念佛号 或拿本经书 放在旁边 这 都是方法 但你要用什么正见 让你从今之后 都不再害怕鬼 你害怕鬼 不外乎是觉得有鬼 会找你的麻烦 如果你认为 鬼不会找你的麻烦 我相信 你就不会害怕了 就像空气 不会放你的麻烦 所以 你不会害怕空气 跟你有关系的鬼 才会找你的麻烦 而且关系要很深 如果你觉得 你并没有对不起 任何一个人 那你干嘛 害怕他找麻烦 而且你所认识的 都还活着 你认识你的父母亲 我奶奶 他们应该不会找你麻烦 那个时候 你应该勇敢地面对他 你不要躲 而是勇敢地把棉被打开 把电灯关掉 想清楚之后 好好地躺着睡觉 你不要用各种方式 来让你不要恐惧 你要全然放开 你只要想清楚 就好好躺着睡觉 你的冤亲债主 在你有正见的时候 不容易找到你 你有邪见的时候 他就会找你 文后思维 你愿意从树立正见方面 下功夫吗 心平何劳持戒 行职何用修缠 感恩六祖会能大事开示 感恩达观师父教会 感恩您的聆听 感恩生命中的遇见 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恩 感恩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